台灣土地炒作與掠奪 已經全面入侵農地 蘋果分析12多萬筆農地交易紀錄 揭開全台農地炒作真相 賣地的人是賣故鄉 買地的人是買夢想 這個不大的都市計畫 早就應該要剪邊環地無比 就是買農地跟買房金一樣啊 就是自產啊 蘋果與數據團隊用數據看台灣合作 會者內政部實價登入網 從2012年下半年正式上線 到2018年上半年這六年間 全台12.2萬筆農地交易資料 發現全國農地均價 已從2010年中研院院士 彭作葵揭露的每公頃1500萬 飆漲至2018年每公頃4800多萬 8年來農地飆漲超過3倍 蘋果採訪團隊深入全台各地 直擊北中南東農地炒作現場 對於長期群聚 沒有污染 沒有公安圍移 而這些工廠 我們希望就地福島 不用害怕被拆 連燈其實都沒有配套 都沒有相關的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福島他們合法 具體的一個計畫 差不多過去這10年的狀況 每次快到了 然後就是選舉快到了 然後就展演 展演 展演 2011年回鄉務農 也見證了農地標漲 專業農戶 年收入達到180萬這樣子 要10公頃 那在我們這邊就差不多 差不多就要7億至10億 這邊要小心喔 走進為了農業機具 拓寬的產業道路 現在成了農地工廠 車輛進出要道 中部農地漲幅 已彰化27.9%最高 其中農地工廠熱區 鹿港上漲68.8% 和美也上漲67.4% 彰化縣6年農地交易量 更高達1.4萬次 佔全國第三 相較執法嚴格的台中 交易量為7000多次 農地工廠熱區 彈指上漲31.8% 農地價格也反映政府 對農地工廠取地政策 曖昧不明 農地價格之所以高 很大的原因是出現於 農業部門以外的需求 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 有其他非農的需求進來 市場決定它使用的情況底下 這些農地已經轉手到一些 不適用生產為主的人的手中 我想這是我們要去面對的 農地價格上漲高的問題 我小時候風景 有菜花綠綠黃黃的 那麼漂亮 而且大家都搶著拍照 現在都變成太陽能板 其實以前就有花海 現在是變成太陽能海這樣子 青龍王丁維說著家鄉的改變 對架設太陽能板始終抱持著疑問 很多家太陽能廠商想找我們 機設上面蓋太陽能板 我們一口氣就說不要 因為種下去的第一個要件就是 20年都不能更動 除非你要付違約金 20年到了之後呢 這些太陽能板是否能回收 一然絕然去蓋這個太陽能板 對我們來說 對土地來說都是不尊重的 那時候也很心動啊 對真的 他說他要幫我們 搞定所有東西 幫我們盆土幫我們蓋 他要幫我們蓋雞棚 對啊 我們想說是有多賺 能幫我們蓋雞棚 對啊 那應該是很賺吧 他說我們光這樣小小這樣子 一個小棚子就20萬 他這樣蓋也是五六十萬 跑不掉啊 所以那時候都很心動啊 哇莫名其妙就一個五六十萬打給你 然後每個月還給你一個 對啊兩三萬這樣子 你會覺得就是 哇飛一天 起步飛一天 可是 考慮到其實就是 太陽能板有使用前線 你那個年月到其實差不多了 你就要太換 那你到底是你有那個錢去太換嗎 吳東針謝義桃 兩位創業輕農 草創初期 曾被詢問是否願意種電 但發現種電 與創業理想不同 因此作罷 反觀政府 大力推廣綠電的南台灣 屏東縣 六年農地漲幅 高達45.4% 雲林縣 18.3% 其中 雲林重電大鎮 台西 漲幅高達128.5% 口湖 也達98% 蘋果直擊 甲根座真重電現場 業者用嚴密黑網覆蓋四周 屋頂上 鋪滿太陽能板的溫室 裡頭卻完全沒有跟座痕跡 我們發現 台西九沿線 甲溫室 竟不只一座 那些土地都不是為了做生產 去估量這個土地生產的價值 然後來換算說 他應該多少錢買這個土地 他的生產價值和他的 實際市場上的價值已經脫離了 農地也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這從東邊來風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往下壓嘛 有一個那種建築物的那種有沒有 側風的原理啊 他就會壓下去 那這塊還算不錯的 因為這個房子量體可能他不算太大 有些就會壓得很便 當你的地主不是住在這邊 不是住在這個地方 耕耘這個土地 或者是管理這個農場的時候 基本上都不是人擁有農地 都是錢擁有農地 錢擁有農地就是想辦法把錢再變多 靠農地請問怎樣把錢變多 就是讓他漲房子 這很簡單嘛 每一個人眼中映照的世界都不一樣 那兩千斤的錢是要跟人家那兩百萬那幣 統計資料發現 東部三縣市農地價格 以台東漲幅58%最高 排名全國第二 深入各地鄉鎮 又以農舍集中地為一重災區 台東縣池上鄉 漲幅133.7% 宜蘭縣郊西鄉 漲幅也達100.3% 花蓮縣瑞穗鄉 漲幅112.1% 什麼原因讓東部農地變成農舍天堂 假定當初新購農地不得興建農宅 這十個字沒有化掉 就今天完全沒有材料權 就不會現在去蓋工廠 不會去蓋農舍 2000年農發條例修法後 開放所有人都能買賣農地興建農舍 儘管農發條例第18條也規定 建農舍不能破壞農業生產環境 但地方政府普遍審核寬鬆 導致豪宅農舍在全國農地開枝散葉 又以東部受害最深 北部農地價格以新北市漲幅最為誇張 6年共漲117.4% 全國第一 其中以北大特區重新造證的三峽 6年農地共漲239.1% 專家分析政府不斷徵收農地進行開發 是北部農地飆漲主因 我們的二重里三重里全部38年來都是農用現況 這個不大的都市計畫 早就應該要解編環地漁民 位於竹東鎮的三重浦 30年前因為竹科三級開發案 農地被變更為工業用地 遭到當地居民強烈抗議 竹科管理局最後放棄徵收 地木卻為變更回農地 後來新竹縣府兩次重啟徵收 2017年更名為竹東鎮特定區都市計畫 預計徵收453公頃土地 就像我們現在三崎 你看看 真正工業區幾公頃 住宅區幾公頃 農業區或休閒區只剩下幾公頃 而且是把最好的地方都拿來蓋住宅區 真的我會覺得是用草地皮的方式 在徵收這一塊土地 所以我非常非常反對 但是把農地對於縣市政府支架是沒有好處 地方政府自由的財源大概就是土地水 所以它不斷地要把農地變成都市土地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這裡 2022年國土計畫法將正式上路 未來台灣土地將改為四大分區 且不得任意變更 有人認為這是杜絕農地亂象的解方 不過國土計畫法上路之前 2020年地方政府也將提出縣市國土計畫 各自決定土地劃分 讓學者對農地保留感到憂心 如果在縣市國土計畫他們在化石的時候 又是走過去同樣的路 透過土地的開發來創造地方的收益 那走這樣的路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很多的農地繼續損失下去 我們當然就是要就農地的實際的狀況 真正可以從事農業生產的這些農地 優先放在我們這裡面 我們當然有總量還有到各縣市的面積 以及裡面的分類 絕對是我們農委會主動要去幫忙 跨部會跟地方政府把它畫出來 因為你也不能讓地方政府自己畫 不是嗎 主委表示會協助各縣市 劃分農業發展區 不過對於天價農地 除了國土計畫法 其實也有不同解方 最好就是把他們要選掉 就是農地都可以買對不對 可是呢也都不要蓋了啦 你要蓋的話要規劃在特定的地區才能蓋 你如果只是講說農民可以蓋 非農民不能蓋 可是你可以買 最後結果是一樣的啦 我不能蓋可是我可以買蓋好的 沒有農地就沒有農業 沒有農業就沒有農民 所以呢當你把農地都蓋成了以後 台灣的農民是變零了 還談什麼農業 所以呢不對地補貼 一定要在國土計畫法通過以後 被限制作為永久農業使用的這塊土地 政府由義務編列預算 補助他被限制的跟其他所得的差額 地方政府對土地管制長期失能 農社 農地工廠 土地開發 在農地上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農地成了除不動的鑽石田 台灣真的要這樣子的未來嗎